公元219年7月到12月 在相反地区发生了一场历史意义比较深远的大战 这场战事的主要牵头人 便是蜀国的五虎上将之首关羽 关羽当时动用了在荆州的三万多精兵 不过最终结果却是关羽被曹操孙权联手围攻 最终关羽吃了大白杖身似于邻居 关羽战死刘备集团同是一个顶尖大将 外加荆州南郡00503郡也一并落入孙权之手 对刘备来说这绝对算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如果关羽在相反之战打了胜仗 并且占领了相反 情况对刘备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 大家好这里是白话文史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相反之战关羽获胜 三国局势会有哪些变化 如果喜欢请您别忘了订阅 谢谢 如果相反之战关羽获胜 刘备孙权曹操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情况根本无法控制 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关羽在相反打了胜仗 第一种情况会是什么 第一种 曹操有生之年会和关羽恩断义绝 如果说关羽在相反地区打败了徐晃 最后把曹仁也打败 很明显关羽最终会占领相反地区 不过之前镇兽的荆州三郡 南郡0050也不可能保得住 因为此时的孙权已经占据了南郡的城池 怎么办呢 其实关羽此时的情况也是非常不妙的 关羽最开始面临的问题 就是需要和曹操来一场生死之战 为什么是和曹操打 难道关羽不恨孙权的多诚之恨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即使如此 关羽也不会选择和孙权硬碰硬 而是首先会和曹操打 为什么呢 一来关羽刚刚占领相反地区 他需要时间收拾残局 因此关羽不会主动出击 只能选择在相反地区死守 另外一方面 关羽会加派通信兵 或速寻求刘峰梦达出兵 以解相反地区的军事压力 再则向刘备方面寻求帮助 然而关羽当年极需要面对的 就是曹操在相反地区周围的大量精兵 说白了 曹操一定会和关羽火并起来 虽然关羽之前对曹操有华容道之恩义 但是关羽夺取城池 抢夺器械物资 这已经足够抵消昔日之恩义了 接下来的曹操只会想办法把关羽铲除 在曹操有生之年 会和关羽恩断与绝 大打出手 张辽 徐晃等大将 亦会和关羽关系紧张 关羽 曹操 徐晃 张辽 或将在相反地区上演大乱斗 场面或将很难把控 第二种 孙权会抽掉荆州的精兵 趁机攻打襄阳等地 此时的孙权已经占据了荆州南郡 00 503郡 对于孙权来说 他已经是赢得了胜利 但是孙权会就此收手吗 当然不会 曹操当年说过 孙权有称霸天下的野心 他一旦得了荆州戍郡 一定不会就此罢首 那么孙权会怎么做呢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 孙权不会主动对关羽发起进攻 孙权需要等待时机 孙权要等待什么时机呢 很简单 孙权需要等待的时机 正是关羽跟曹操大打出手之时 四级派兵攻打襄阳 由此一来孙权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襄阳 而另一方面的曹操呢 刚刚与孙权达成一支协议 他不可能会直接跟孙权翻脸 那怎么办呢 曹操或许会和孙权言和 但如果孙权野心俱增 曹操也必定会还以颜色 总之在相反地区 很有可能是孙权、关羽、曹操三股势力相互绞杀 形势难以把控 第三种 刘备会火速支援关羽 出国或将成为众矢之地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关羽虽然占据相反地区 但是根本没有实力守住 同时还会面临着曹操、孙权两股势力的兵困 这个时候的关羽绝对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 即使是对付任何一方 关羽都无法将其打败 何况是孙权、曹操二人联手呢 那么关羽就真的会被困死在相反地区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此时作为大哥的刘备 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刘备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 很简单 当时刘备的主力全部在汉中 只不过刚刚与曹操发生大战 受损不小 也需要时间调养生息 但是结义2D面临大难 刘备即使内心不想出兵 但碍于舆论压力 也不得不出兵支援关羽 刘备会让汉中的数万精兵立即东进 前往相反支援关羽 由此一来 刘备的援军又与曹操的兵马再次发生碰撞 那么真的会打起来吗? 恐怕以刘备的智商 加上诸葛亮从旁辅佐 刘备这次出兵支援关羽 主要就是要让关羽撤回川中 粮草兵器这些大物件也根本不会带上许多 只要关羽能够撤回川中 那么此次出兵就意义非凡 但是曹操必然不会让刘备轻易得逞 他肯定会在刘备前来的路上派遣重兵把守 以当时曹操的兵力完全足够兵分两路 一面对付关羽 一面对付前来救援关羽的蜀汉军 再者孙权此前已经被关羽得罪 只会成为刘备的敌人 由此一来孙权曹操大概率会一致对付刘备 由此可见 川属将会成为众矢之帝 不但曹操会攻占 而且孙权同样会突取 很有可能是刘备的援军会被曹操阻截 而孙权趁机攻去襄阳 一部分曹军会跟关羽在相反地区僵持 情况非常严峻 第四种情况 刘备按兵不动 关羽之身奔回川鼠 制造严重的内部矛盾 曹操为打赢关羽解除洛阳之位 早在出兵之前便跟孙权狼狈为奸 孙权在背后搞小动作 而关羽又丝毫没有察觉 当然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备更加没有荆州方面的消息 怎么办呢 即使是关羽成功占领了相反地区 但是荆州三郡也已经姓孙 有神机军师诸葛亮法正 他们肯定会想到 相反地区单靠一个关羽根本守不住 最大的可能是 建议刘备按兵不动 保留最大的实力 刺激关羽之身向川鼠方向突围 此时的关羽刚刚经历大战 肯定不会轻易和曹操或者是孙权交手 怎么办呢 关羽的出路其实就只有一条 静州已经在孙权手中 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出重围奔回川鼠 那么关羽会成功突围至成都吗 答案是比较容易得出的 其一关羽杖下几乎都是精兵 而且贯打硬仗 如果权限突围应该问题不大 其二曹操手下大将基本没有人可以正面留住关羽 因此综合来看 关羽冲出重围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旦关羽成功回到川鼠 他会怎么做呢 鼠国内部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矛盾 第五种情况 关羽守住相反 一年之后带兵杀出 与刘备和军攻打曹魏 胜负难料 众所周知 襄阳位于汉水南岸 樊城位于汉水之北 关羽如果占领相反 那么出兵攻打晚城 还有曹魏都城洛阳 那就跟吃面条一样方便 如果当时关羽凭着镇守荆州多年的守成心得 他奇迹般的守住了相反 那么势必会在一年休整之后 会率军出相反地区 直接攻打曹魏的晚城 而刘备的兵力则可以出陈仓 兵风直指长安 进而占据隆右地区 由此一来 曹魏中原震动 匡扶汉室或将有望 为何说匡扶汉室有望呢 一来刘备出世有名 二来曹操在公元220年已经去世 其子曹丕虽然称帝 但是朝野内部不稳 很难对付蜀汉进攻 再者就算曹丕神反应 他也不可能是刘备的对手 蜀汉沿用之前东汉的政策 对百姓宽厚体恤 因此如果一旦开战 曹魏的不少百姓很有可能入境蜀汉 总之如果当年关羽在相反之战中打了大声仗 那么整个天下将会发生大的局势变动 如果关羽刘备成功打败曹魏 三国局势可能就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十五一筷 pour图唱说 1